如果将坦克炮管的寿命以10分秒来计算 最多不会超过8秒 火力军跟别人聊聚天的时间 就有一根炮管报废 坦克那么大的一个铁块头 只要不被别的武器摧毁 使用年限轻轻松松上30年 但炮管的寿命就没那么长 属于坦克上的易损件 寿命还不到8秒 不过一般情况下 坦克炮的身管寿命 都是以打出去多少发炮弹来计算 如果非要以10分秒来计算 可以说几秒 也可以说很多年 在封存状态下 可以在炮管内灌满黄油 以防止锈时 然后放个几年 再装到坦克上 一点问题没有 只要保养的好 想存多久存多久 就算是一直装在坦克上 没事了在训练基地射两炮 炮管的寿命也跟坦克一样 能用个几十年 当然 使用寿命和服役寿命 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炮管的服役寿命能达到几十年 但使用寿命还不到8秒 以普通的炮弹为例 点火之后 在巨大的推力之下 经过炮管时 最快速度能达到1900米每秒 每枚炮弹经过炮管的时间 基本上就5毫秒 按照坦克炮力 由炮弹飞过的时间来计算 炮管的寿命还不到8秒 这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炮管的寿命会那么短 坦克炮管的寿命跟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使用频率 炮管材质和设计 以及弹药使用情况等等 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寿命时间 一般也就千发左右 至于造成炮管寿命短的原因 首先就是炮堂内的高温高压气体 坦克炮发射的时候会产生高温和高压气体 就比如爆2A6 发射炮弹时 弹压达到6.3乘10的八次方帕斯卡 相当于6300个大气压 炮弹在炮管的短暂停留 瞬间的温度能达到500甚至上千摄氏度 当穿甲弹离开炮管口之时 出速可以达到1700到2400米每秒 动能有1010兆焦 这么高的出速和动能 就算是用特种涅阁制造的炮管 也没办法避免磨损 炮管最多只能发射600到900发炮弹 说白了 炮弹发射其实就是定向爆破 把弹头炸出去 所以每射一次 炮管内部的炸药就炸一次 被产生的火药燃气冲击一次 而炮弹出速越高 炮堂内的压力越大 对炮管的磨损和损伤也越大 一般的榴弹炮 炮口出速600到900米每秒 如果把爆2A6改成榴弹炮 使用相同的炮管 发射炮弹的数量可以增加到4000到8000发 其次就是使用频率 坦克在战斗时如果频繁使用火炮 这会加速炮管的磨损和老化 相比较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的坦克 在战场上拼命的坦克 炮管寿命更低 刚才的性能极限就在这 能扛住几百次的爆炸和冲击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在战斗的时候炮管的寿命就不是论秒了 而是以打多少次炮弹来衡量 一般是500到1000发 之后就要更换炮管 如果硬要接着用也行 但是炮弹弹丸的出速动能都会降低 从而影响射程 穿甲威力 命中精度 如果炮管的质量可以保证 再发射180发炮弹也没有问题 当炮弹发射出来的出速度低于设计出速度的10% 就可以断定炮管磨损严重 这才需要更换 同时炮管的寿命与弹药的种类也有很大的关系 炮管在发射炮弹时 火药会在里面产生高温的高压气体 环境会瞬间改变 再加上炮弹与炮管的内壁摩擦 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 每一种炮弹里的火药成分不同 燃烧以后对炮管的伤害也有区别 虽然现在的大部分炮弹里面没有绿酸钾这种成分 但还是会影响炮管的寿命 当然炮管的制造工艺以及炮弹的设计 也会对寿命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就相当于先天不足 如果坦克炮的炮弹设计不够优秀 炮弹的尾部和底部的气体 会对炮管的内壁产生冲击 导致炮管损伤 同时炮管材料和制造工艺可以延长炮管的寿命 或者说这个才是关键 坦克炮很常见 关键的是钢材冶炼技术 比如电渣重容 还有火炮技术 比如伸管自紧 就算是这不到8秒的工作时间 都需要强大的能力来支撑 稀有程度跟有核国家差不多 95%以上的国家需要从别国进口坦克 目前能独立制造炮管的国家 也就那几个美英法德俄等等 其中德国算是混得比较好的 美国M1坦克和日本90式坦克上的120毫米花糖炮 用的都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技术 日本之前研制90式坦克的时候 本来是要自主研制120毫米坦克花糖炮 结果搞了好几年 样炮依旧达不到作战指标 至于其他能生产坦克的国家 比如朝鲜 乌克兰 波兰 印度 都是借机生弹 用别人的技术自己生产 总的来说 坦克的炮管到底能发射多少炮弹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毕竟规格不同 统计出来的数字也不一样 不超过8秒 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虽然短了一点 但也够用了 就算是3秒真难忍也够用 上千发的炮弹数量 加上坦克的射速 在战时发射几百发炮弹 还没有将对方消灭 那么他自己可能就被对方消灭了 更别说一般情况下 坦克炮管的寿命是用发 谋火炮身管使用寿命多少发 1000发左右的寿命已经很不错了 除非是世界大战规模的战争 否则一般的现代局部战争 高强度装甲兵作战的时间 一般只有几个月 一辆坦克一般能携带40到60发炮弹 500发炮弹够他打完10轮了 坦克是属于陆军的消耗性装备 一般打不完这么多炮弹 要么战争就结束了 要么自己已经被摧毁了 而且现在也有新技术 在炮管内部用了延寿修复的材料 含有纳米油脂物 形成一层保护膜 起到润滑和降低摩擦的效果 可以提高炮管使用时间和发射炮弹的数量 寿命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 制造工艺够好 与炮管使用寿命联系关系最大的就是制造工艺 比如电渣重容 火炮技术 技术不够的国家做出来的炮管 不仅会影响威力 发射炮弹的数量也不行 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造坦克炮管 现代坦克对于主炮精准度的要求 已经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 在国际坦克两项大赛中 坦克需要在1600到1800米的距离上 命中230厘米乘230厘米的靶面 命中率要求100% 啄弹点水平散步30厘米以内 高低散步20厘米以内 精密比狙击步枪还要高 而决定坦克精准度的就是炮管 表面上看 炮管只是一根铁管子 但制造工艺很复杂 设计冶炼 深孔加工 重容 内堂加工等环节 稍微有一点差错 就会影响炮弹的精度和射程 炮管自然也就报废 制造炮管第一步就是冶炼 刚才在三项交流电弧炉里冶炼 温度达到6000摄氏度以上 冶炼过程中 用设备在里面不停搅拌 倒入模具成型以后 才能保证材料的纯度 在冶炼这个过程里 选材是很讲究的 现在制造炮管的材料 里面基本上都含有 个 木 帆 镍等元素 增加炮管的韧性和强度 延缓磨损的时间 不过这个时候的炮管 还只是一块钢材 需要用设备把这块钢材拉长 初步具备炮管外形 这种设备学名曲柄摇杆式镜像锻造机 属于重型工业加工设备 各国都不会出口 只能是自己研发 钢棍拉长之后 还要进行复杂的深孔加工 为了保证垂直度 一次钻孔的深度就要达到60毫米以上 钻好之后 还要以这个标准深度加工 材料硬度高 孔还那么深 所以就要用到特殊的钻头 这个步骤完成之后 就是一根无缝钢管 然后脆火 提升刚才的硬度和耐磨性 以上都算是粗活 接下来就是精加工 首先将炮管尽可能的修到完全笔直 这点决定坦克炮的发射精度 完全笔直之后 对表面进行精加工 也叫切削加工 去除之前粗加工 在炮管表面留下的各种油污 毛刺等杂质 进一步调控炮管内径尺寸 然后再次对炮管脆火 等炮管冷却之后 还要对此进行自紧处理 通常都是用一台超高水压机 对炮管的深孔进行处理 会产生膨胀或收缩的物理反应 让炮管的抗压能力达到1013兆帕 在射击时 管壁就可以承受火药产生的高强度压力 防止管身产生裂纹和变形 自紧工以后会再一次深加工 滑糖炮就变得光滑 如果是线糖炮的话 还需要进行加工糖线 过程极为繁琐 不过现在的坦克炮 一般都是滑糖炮了 早期的坦克炮 基本上都是线糖炮 毕竟炮管内壁有糖线 发射时弹丸沿炮糖糖线旋转前进 出炮口后具有一定的转速 可以保持稳定飞行 射程射速和射击精度等都比较好 但是火药燃气产生的部分动能 会被用于弹丸产生自旋 威力一般 后来滑糖炮精度不足的问题被解决 加上穿甲威力大 造价也便宜 现在知名的坦克都是滑糖炮 就连英国都放弃线糖炮了 挑战者三改用L55滑糖炮 所以这一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走到这一步基本算成功了八成 接下来使用仪器或者观察炮管 有没有气孔 裂纹等各种加工缺陷 如果有 回炉重造 没有的话进行下一步 无损检测 听着就高级 炮管这一步都是使用射线检测和超声检测 看其内部有没有缺陷 要不然炮管可能用着用着就开花了 如果检测完没有问题 就可以镀上一层个 交付使用了 坦克炮的制造对一个国家的材料学研究水平 以及制造业要求很高 要有先进的炼钢技术 得到性能出色的合金钢 要有强大的制造业 有大型锻造机 膛床 无损检测等设备 综合下来就是能够自行研制坦克炮的国家 基本就是长期盘踞世界军事强国榜首的几个 当然在很多时候 制造工艺难都意味着性能好 所以炮管的寿命就算只有几秒 那也够用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一样 坦克炮在发射炮弹的时候 弹壳里面的炸药爆发了极高的压力 比如坦克的125毫米滑糖炮的弹鸭 可以达到700多兆帕 线糖炮的弹鸭稍微小一些 一般也是在500兆帕左右 这么高的弹鸭推动炮弹 在炮管里的通过速度比眨眼都快 按照数据分析的话 炮弹在炮管里面的通过速度 是800到1500米每秒 一般炮管长度都是在5到7米 炮弹在炮管里的通过时间 也就千分之几秒 我们按照0.007秒来计算 一秒钟能发射143发炮弹 穿甲弹可以达到1700米每秒 时机炮管也就6米多长 一秒就是200多发 所以就算是寿命一秒论也不少 同时现代坦克射击寿命 都是在30年左右 在和平时期 也就是训练时打打炮弹 30年可能也就是打出 300 500发炮弹的样子 距离炮管的使用寿命还差得远 如果不打上的话 最大的可能就是坦克退役了 炮管还可以正常使用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就算是三秒真难忍也不怕 只要射速够快 一切都好说